大家好,咱们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 Ludmanage的一个路由 这个什么是路由呢 路由的话就是说 那个根据我们的一些信息匹配 匹配到然后 根据我们的一个警告级别呢 来匹配完之后呢 根据我们的一个警告级别 然后去 那个发送给不同的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我这里定义了一条规则 比如说这前面的话呢 就是定义了关于路由的一些配置信息 来看一下 这个group by 然后的话就是 我们分类的时候的话呢 是以这个instance 然后这个标签来进行分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nstance呢 这个标签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基本上 那个每一个 每一个里面呢 都有一个标签 那个instance 但是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面是 这个标签是没有instance的 来看一下 是不是 这几个都是没有的 只有那个 这一个里面有那个instance 只有这一个里面有 咱们那个东西 等一下我们都去 都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那个 那个其他的能不能报警 我们这边的话 你看这些标签也是有的 那这边是由于那个instance 有标签 一个这是not safe down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服务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也是有这个标签的 这里面那个标签 可能那个有约标签的话 它是一个默认的 我们从这里面看吧 大家看到那个 我们这些标签 应该都是带有那个instance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是 先用这个进行分组 看这个not 然后取出来的 都有这个标签 所以说我们使用的这个标签 在进行分组 使用这个标签的话 都相当于 那个我们把 所有的一个错误 都接过来了 那个都接过来之后呢 接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这个是group wide group wide的这个等待 等待时间 这等待时间是什么呢 这个30秒等待时间 我这里的话 那个给大家列出来 就是说等待该组的报警 就是看有没有一起 合伙搭车的 也就是说 我第一次 然后在30秒之内 我不是那个 我先不是过来一个报警吗 过来一个报警的话 我会等待30秒 等待30秒 看还有没有要报警的东西 假如说还有要报警的 大家都有合伙一起 那个一起 不一起报警 就是发送到 发送一个邮件 出去 然后的话 我们两个和那个 相当于坐一趟车 还有一个interval 就是一个间隔 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的话 是这里的话 我们设置的是5分钟 这个说什么 下一次 然后报警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下一次报警开车的时间 就是说 我这一次报完警之后 我下次再报警的时间 是什么 是5分钟之后 即使我们有要报警的东西 我们这一次也会等待5分钟 避免假如说 有要报警的东西 你那个一分钟还没过去 你收到了那个几十分 上百分邮件 所以说这句的话 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这里有可能设置5分钟 你根据你自己的一个 实际情况来进行设置 还有一个就是重复一个间隔 重复间隔是3小时 你这里的话 那个这里的重复间隔 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大家可以 那个我这里 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一个重复间隔 就是说 我上一次报警 然后是我一个吃饭空间满了 然后那个等到3小时之后 那个我那个 我这个报警还存在 这时候的话 如果三小时以后 再报一次警 假如说你这个故障还没有修复 可能再过3小时 又再报一次警 这就是一个重复的 比如说 跟上次报的一样的告警的话 上次一模一样的一个告警 这时候的话会 等待一个3小时 这实际的话 等待的话 并不是一个3小时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话是 一个 它的一个时间 再加上一个 下次报警开车的时间 要是说 中间要3小时加5分钟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里 我们就定义短一点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来 来定义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 这里 然后是vm etc 好 这个是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定义的 load manager 应该是在176上面 我们这个就直接停掉了 tc 因为这个是定义 那个报警的路由信息 所以说 是要在load manager 上面进行定义 这边的话 上面是全局定义 然后下面的话 是一个路由定义 路由定义的话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进行删除 把它直接拷贝过来 要不然的话 这么长 要输的话 有得待一会儿时间 我们来进行修改一下 然后这个是做的 然后因此分类 待30秒 然后接收者 也就是说 那个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报警 这样的话 我们使用的是email 然后的话 这个匹配 这个匹配的话 就是说 这个的话 级别的话 是一个严重级别的 跟那个critical 然后的话 是一个严重级别的话 他会发给谁 发到 然后一个page 那个页面上面去 这个page下面 然后对应的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是这一个 这个地址 而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来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把它发给 发给我们下面的 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mail地址 我们这里面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 这个接收地址 我们写成 这个换一下 那个email 其实的话 这个应该是默认值 是一个默认值 然后的话 下面是一个精确匹配值 精确匹配值的话 我们这里是 一个email 这个是让他去接收 这个是严重级别的 让这个 这个有限量去接收 然后的话 然而说不是严重级别的话 都开始 这个进行匹配 也就是说 只要是警告级别的 和严重级别的 然后的话呢 那个就会发封到这个邮件里面去 这个接收者 这个接收者是哪一个 是我们这个邮件地址 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第三个邮件地址 这个可能我们这里 直接列出来 告诉大家 可以这么用 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邮件地址没有配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去设置一下 我们来取一下 这个取的命令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已经忘记了 config.file config.file 然后是etc.alert 现在已经起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状态 config.file 然后的话 看一下email地址 接收者 接收者 然后的话 support 看一下啊 凭配的 然后这个接收者是 是这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接收者 是一个email 是这个地址 然后的话 这一个接收者 然后是下面这个 就有 这里配置它是继承的 然后我们上面的一些配置信息 这里面的话 看到可能有点乱 就就误 大家看到 然后那个 大家还有一点 那个要注意 就是说这个匹配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匹配规则 这边呢 是一个匹配 一个正折表达式 这可以使用一个正折表达式 来进行的那个表示 好 那个我们 来去看一下 目前的话 应该是已经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报警 这报警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报警的话 也是有那个 司律经史的事 然后的话 报警级别的话 应该是 varing varing的话 是一个警告 警告级别的话 应该是 发送给谁 发送的话 我们应该是 是抛的 发送的 我们这一个 邮件地址 我把这个邮件地址 我们打开一下 我来打开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边是已经发送过来了 看一下 这边的话 已经那个 指明是 已经发送到 这个邮件里面去了 可是我们这个邮件里面 是没有发送的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没有邮件的 是那个匹配到 匹配到这个里面 然后它都录游到 然后这里面去了 然后因为是一个警告信息 嗯 而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那个 看有没有一个 那个严重级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磁盘空间的 这个是一个严重级别的 我们把磁盘 磁盘空间的 这个改一下 看看会有 那个发送给谁 磁盘空间 我们是改哪个呢 我们直接 那个去改这个 改这个角色 内存 这个是一个磁盘空间 这个不是磁盘空间里面的 应该是 看一下啊 写到哪个里面去了 note alert 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改 改大一点 改成 刚才剩下的是1900 然后的话我们来 嗯 再入下这个配置 复权 q 杠 后的话是哪一个呢 是1853 好 我们这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情报信息 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那个已经开始了 拍定 然后会稍等片刻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一次的话 这是两条报警信息 两条报警信息的话 这实际上应该会合到一起 因为他们两个是一个相当于同时发生的 稍等一下啊 这会稍微等待有点时间长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等待一分钟 那然后现在的话 也已经报警了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 是不是一个 这里 现在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严重级别的 我们这边的话 应该是两个 两份邮件 应该 两边的东西 应该都能收到 来看一下 嗯 还有登录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到 然后这边的邮件 是不是那个 已经收过来了 这个两封 那个一封邮件 一封邮件 然后是两个报警 这是他们两个是相当于坐一趟车过来的 然后的话 这个 大家看到 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我这个 远迪走 我把它 把它解开了 那独立密码 然后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是这个是 报警的话 是已经 大家看到 间隔的话 将近是十分钟左右 嗯 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嗯 我这边的话 因为说 为什么这个 这个一直在报警 这个我为什么没有在报警 因为这个的话 嗯 看一下我们的报警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的话 它都已经 那个 已经 那个 也说 1900个小时 不会小于0了 这个磁盘空间 还可以问1900个小时以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的话 就已经 那个报警信息 已经去掉了 就会自动去掉了 已经 去掉的话 然后的话 也就是只有这一个报警 我们来看这一个报警 然后 也可以说明一个 我们一个时间 来看一下 嗯 大家可以看 然后的话 都将 每一个都将 将近间隔十分钟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不是 这个是应该是 是没有的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 因为刚说了一方 大家看 每一个都将隔 将近十分钟 这十分钟 是一个怎么来的呢 十分钟一般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定义的两个时间 一个是七分钟 一个是 那个五分钟 这两个的话 应该是十二分钟 三分钟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也有一个 等待了一个三十秒 还有哪些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报警信息 那边的话 也会等待一分钟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时间都会有一点 一点延迟 还是间隔 所以说我们大概 那个分钟是十分钟 可以间接的一个 可以证明一个 我们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推翻 大家的话 也没有必要去 过于去纠结 哎呀 那个这里为什么十二分钟 那里面为什么 是出了一两分钟 但是的话 你想下 我这里边我假如说 肯定不会是写的是七分钟 正常情况下 我这里面的话 我应该会 最低要写几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或者三个小时 然后重复报警 重复报警的时间 间隔会有几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 两个小时之类的 这样的话 我们报警间隔 然后就可以拖出来 然后呢 间隔时间都会 比较短一点 就不会报警这么频繁 好 那个 关于那个 报警的一个管理的话呢 嗯 嗯 跑了 嗯 关于那个 Alend Manager一个路由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 关于那个 关于那个 谢谢大家